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非常可惜的是 柱子虽然立下了大功 但是却在突围的过程里牺牲了 然而更让人感到可惜的是另一个人的牺牲 那就是为何是 就在得知和尚被一伙土匪暗杀后 李云龙怒不可得 随即下令集合了队伍 接着就将黑云寨里的毛贼给一锅端了 并且还亲自手刃那杀害自己兄弟的罪魁祸首 还好谢宝庆跑得及时 不然比定也要伸手易出 就在报仇以后 李云龙因擅自调动部队杀害友军的罪名成立 上级给他团长的职务撤销 并让其担任营长 虽然李云龙降级为了营长 但是从来都不做营长该做的事情 每天都躺在炕上 不是批评这个 就是指责那个的 而且就连副团级别的张大彪也每天都来找李云龙汇报工作 顺便还得伺候他 那么很多人都不解了 李云龙降职成营长后 整日在团里要武扬威 领导为何不管呢 或者说上级一点都不了解李云龙当时的作风吗 当然不是 上级领导一定知道他的所作所为 就拿李云龙当年搞了几百匹军马的事情来说 李云龙刚到手的保卫 旅长就知道了 这也能证明 独立团不管有什么动静 旅长一定是知道的 而且总部机关也肯定有所耳闻 不过知道了却不管 上级一定是有补充的 首先 李云龙重情重义所有人都知道 和尚无辜惨死 李云龙给兄弟报仇 也算是师叔有名 而且和尚自打参加了八路军的队伍以后 立了很大功劳 而且还打死了那不少格鬼子 这样一个战斗英雄 就无辜的惨死在了土匪的手里 如果李云龙不去报仇的话 独立团的战士也不一定会答应 上级领导一方面对李云龙的所作所为表示理解 另一方面也是照顾到了基层战士们的想法 所以只要李云龙不搞一些很出格的举动 上级也不会刻意去管他 其次 李云龙虽然是被上级撤了职 但是并没有将他调到别的地方 而是让留在原部队好好反省 其实从这一点来看 上级还是很照顾他的 领导知道李云龙只要身在独立团 就算他变成了一个战士 那么团里的人马一样 还是会听从他的调遣 对于这件事情 想必领导还是很清楚的 所以李云龙被撤职之后会 是个什么德行 领导自然早就知道了 最后 当时抗战马上就要胜利了 虽然日军逐渐在走下坡路 但是国军那边给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一场大战即将要爆发 如果现在将李云龙调到了别的地方 那么独立团肯定会遭受很大的打击 战斗力必定会锐减 这样以来就麻烦了 所以对于李云龙的处理 只是走了个过场而已 反正这独立团只有李云龙能带 他喜欢怎样就怎样吧 领导哪里会整天盯着他不放呢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BGM